基本上会在这边出现 反正我有一个问题 查询会放在建立查询设计 这个关闭 Seql 这边切进来 那语法就丢这边 最后要执行的话 其实直接就怎么样 刚刚那个语法 insert into 这边 假设这一行 直接就贴这边 就可以执行 他把它丢过 但是现在是在 assess 里面执行Seql 可是要怎么样在 e-sale 里面 所以现在我们是 再转换到 我们的e-sale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开启我们刚刚的e-sale 那e-sale 里面 我基本上 我们第一步要做一个什么 就是表单里面 所以切到那个表单 把那个表单点开来 那我希望在这边增加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名称 我叫做这个B123 这个叫B3 然后他的caption名称叫做新增 这个新增是新增一笔 这个那你想说老师那我这么多笔啊 我可不可以全部可以啦 不过按步就吧 我们先练习 把最下面这一笔 丢到资料库看看 OK 可以的话呢 再多一个按钮 叫新增全部 新增全部就是把这些全部都 新增到资料库 再来怎么样 把它删掉 删掉完之后呢 我们再测试 再把它全部捞回来 OK 也可以过去 也可以回来 但你还可以设定查询条件 用那个slate 我刚刚讲过这个方法 OK 所以 第一个要怎么样把资料新增过去 首先我们在这边把它 name改成B3 caption改成新增 点它两下 当它click的时候我做什么呢 这时候我们要做 引用ADO的动作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会需要做第一个 新增成功 这边的话呢 我这边第一个click 我是先输入一笔 跟这一样 应该是我先 因为我要把最下面的这一笔记录 先怎么样 先抓到 那我要先知道最下面一列 是哪一列 但我这只是demo 就是最下面这一笔 我希望呢 帮我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呢 我要怎么知道最下面一列 是在哪里 所以我这边的话 我把这个程式先call过来 那底下 会呼叫一个什么 利用ADO新增资料的这个 这个 这一个程序 所以记得 我们这边会有两段 一段是B3click 一段是利用ADO新增资料 我把这一段也把它copy一下 两段 那我这两段呢 先把它先放到哪里 放到我的 这边好了 直接就B3click 把它贴上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首先呢 我做什么事 我希望把最下面一笔记录 丢到那个什么 资料库里面去 那我要做哪些事 1我要先侦测什么 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应该前面讲过 侦测从B2去往下追踪 追踪到回来就是8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抓到是8 最下面一列吧 那A的话呢 是我的指的是这个 姓名里面 姓名是放在A B是放身高 C是放体重 再来就性别 再来就是标准身高 那分别呢 把这些栏位抓到之后 那我要做什么 我要把它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A B C D E OK所以这边会有A B C D E 那再来我要怎么样把它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这边我利用一个什么 利用ADO新增资料 我用call的方法 那底下这个sub就是我们的重点 那这里面到底做哪些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传过来 把这五个资料传过来 那利用那个引述的方式丢过来 那实际上我特别注意 其实本来Excel VBA 是不能够存取资料库 我利用一个物件叫ADO 那我要怎么样 让这个物件可以使用 在Excel VBA里面 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叫Create Object OK 这个Create Object 实际上就是外部引用 引用什么 引用在你电脑里面 已经有安装的一些 所谓的韩式库 这个韩式库 里面有一叫ADODB的Connection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ADODB Connection 把它怎么样 把它用Create Object 引用进来 那因为这个物件 其实蛮出向的 那它能够做什么 其实到底很简单 为什么我要引用 因为它有点像一个软体零件 这个零件 本来我没办法连 那用了它之后 我就有具备了 连结资料库的功能 所以呢 ADODB 电 Connection 顾名思义 Connection 是什么 就连线 连什么 连资料库 对不对 那我把它引用进来之后 这边有个Set Set 有点像是 跟记忆体 要一个空间 来放什么 放这个连结 不知道你要放哪里 反正电脑里面 可是这没办法看到了 因为在记忆体里面 就跟 记忆体要一个配置 不过这个是自动配置 不像说那个C元 是可以自己 放在你想要放的位置上 它是自动帮你配置 反正就记忆体里面 放一个叫MyCom的一个什么 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能够做什么呢 它可以去连结资料库 可是连结资料库 特别注意 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连资料库 你必须要安装驱动程式 而且这个驱动程式 你要告诉它放在哪里 那那个名称 实际上是有固定的名称 可是这个名称在哪里 其实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特别注意到 你的控制台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什么 ODBC的那个 在那个控制台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 系统管理工具 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叫ODBC的这个 之来源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 进到这里面来 这里面的话 就有一个叫什么 驱动程式 那这驱动程式 在做什么 也就是说 微软在Windows 就是安装好之后 它会内建一些驱动程式 不过它微软很贼 它一定只装自己的 它不会装别人的 它会装什么呢 你会发现 它会装SS的 有没有 所以它SS已经帮你装好了 所以你不用去装了 反正它已经有了 SQL Server有没有装 有装了 ECL也有装了 也就是说 这几个都固定 已经可以连线了 不用装Driver 你只要怎么样 告诉它 那那个连线的名称 其实都在这边查得到 它的名称的话 这个是驱动使用者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名称给它 至于这个名称 怎么加上去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那个名称 网络上都查得到 它是一个Provider 用这个连线 把这个ADODB Connection 建立起来 利用这个物件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Open Open什么呢 Open我们的就是Provider 这个Provider就是驱动程式 驱动程式有了之后呢 后面你要告诉它说 你的资料库放哪里 有驱动程式 有资料库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 把它打开来 那我们的资料库放哪里呢 我这边叫Data Source 后面有个Data Source Data Source 后面你要告诉它说 一个路径 那因为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请你把 那个什么 资料库放在Essail 放一起的位置 那Essail 放一起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一个 叫This Workbook 点Path 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工作部的它的位置 它的路径在哪里 那跟它同样位置底下 会有一个叫问题1的SCCDB 所以自然就可以抓到这个资料库 所以记得要放一起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组什么 组一个SQL语法 这个SQL语法 就Insert into问题1 这个有没有发现 跟刚刚做的几乎一模一样 然后SQL 等于SQL 实际上这个SQL等于SQL 等于是串接 或者如果不习惯的话 其实你可以 它等同于类似像这样 那只是说我把它串接了 串在底下 那Value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A指的是姓名 B指的是身高体重 有没有 再来就性别 因为性名 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前后要加单引号 加的位置要特别注意 不要乱加 一定是在双引号的外面 有没有 性别要加 再来就是什么 ABCDE 反正就是把ABCDE 把它做出来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叫SQL 那这个时候 有SQL之后 那最后呢 我要怎么样去执行这个SQL 其实 刚刚有讲过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什么 MyCon MyConnection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exque 不名思义 执行 你就帮我把什么 Insert into这个指令 丢给什么呢 丢给那个 丢给我们连线的这一个资料库 它就收到了 所以ADO有点像一个总机 有没有 它就帮你把什么 把那个SQL语法丢给SS 但是前提是 你这个语法是正确的 如果你不正确 它根本听不懂 它可能会卡在这里 有没有 它什么事都不会做 所以很多人 就会卡死在这里 只要你有一点点指令错误的话 这一行就不会work了 OK 那当然前面有一个 MyAssets 这个MyRS 这个对应是说 它要能够传回一些东西 不过这个地方 其实是没有作用的 它只是说 会execute 可能有回传 也可能没有回传 那什么时候会有回传 就是当你这个SQL的指令 假如是slate的话 如果你是slate查询 那势必你会查出一些东西 那查回来放哪里 就放MyRS 这个MyRS 实际上呢 就是暂时存放 查回来结果的一个 记忆体的一个表格 那到时候呢 我们可以 再利用一个简单的语法 就可以把查回来的东西 再放到Israel里面 不过这个后面再来提 请各位 大家先试试看 这个地方 有B3 OK 然后云端上有这些程式 最后我们来试试看 看看有没有办法真的call过去 现在已经完成 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因为这东西 已经尽可能把它弄简单一点点 但是好像还是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我已经把程式尽量精简 再精简了 所以你看到程式应该没几行 而且上面都有注解 尽可能让同学知道到底在做什么 老师,问你定义面数的时候 用State 还是用之前的定义 其实 在VBA里面 是可以不用定 不用宣告 就是说 你不宣告也可以 宣告也可以 所以我选择不宣告算了 省得麻烦 就少一行 对不对 那你不宣告 但是你这个 假设你要使用物件 create object的话 一定要set 这个感觉就有点像 定 有点像是宣告 宣告一个名称 比如物件名称 那真的配置记忆体 set 所以这个set的意思是说 请记忆体给我一个空间 用来做什么 存放我把这个东西 create object 来存放的地方 那个记忆体的空间的名称 叫My account OK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叙述了 那这样的话 将来 它有点像是 如果你有写过 应该就是有点像一个实体 实体的一个物件 它就可以拿来做 比如说你可以操作它 所以它就可以用它来执行open的这个方法 OK 所以特别是它就是一个实体 它就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那没有定没关系 因为你想说那为什么没有定 因为一般书上都有定来定去的 那因为我讲过了 我的撰写风格是 城市越短越好 所以一切与就是城市无关的 或者是说可有可无的 我都会尽可能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减少障碍 不然的话我也都可以全部写 可是写又多好几行 同学又光要看那几行 就有点心烦了 所以我城市越短越好 第二个我的城市叙述 越直觉越好 每一行都是有直觉性的 都看得懂吧 而且再来最后 关键的地方就是 要能够run得出结果来 因为有些书 即便给你它还有bug 我每次都帮书里面解bug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功力 可以替书文里面的范例解bug 我们来试一下 可以来试一下 当然我讲过 一般我习惯是射中断点 因为我们写完之后 刚刚特别注意到 第一个我是在表单里面 先做一件什么事 在这边新增一个按钮 叫新增 这个叫B3 我按Ctrl键复制过来 然后点它两下 把这个B3 其实是云端这一段 你可以把云端那两段贴上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接来run 好那再来就是直接让这个表单执行起来 其实直接按新增就好了 这边不用填 因为我们直接是把这一个 这一笔记录 只要能够丢到资料库 我们就成功的踏出了第一步 就是把资料丢到资料库了 那后面我们要怎么玩 就可以延伸了 第一步最重要 其实很多东西 你可以把第一步写出来 后面就越来越简单 但是你第一步跨不出去 后面就非常困难 我们来试一下 按下新增 那程式我把它停在这里 因为这边有个中断点 好再来的话我们确定一下 A B B C D E 是不是刚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东西 确定没错了 那你第一个就完成了 第二个的话呢 再按F8 它就call 一样你看 把这A B C D 这种东西通通传过来 然后create object 过了 表示怎么样 我们已经产生了ADO的连线了 这个物件已经在记忆体帮你产生了 OK 它就具备有连结资料库的能力 create object 所以create object还蛮厉害的 那其实在VBA里面很多地方都可以create object 比如说你要把outlook拿来用 可以啊 create object 括弧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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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来用了 OK 那如果你要把word拿来用 可以啊 create object word.application word 就拿来用了 但是 还有常用的 create object internet is broke 如果把IE浏览器引用进来 比如说你要抓网路上的资料 那有些网路的资料 刻意不让你抓 但是它浏览器看得到 看得到抓不到 那怎么办 你可以把IE浏览器 直接叫进来 变成一个物件 在背后帮你执行 然后呢 让它去run 反正run出来的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抓回来 写到 那个excel里面 这也没问题 所以 这玩法太多了 但是 我们还是先focus在这里 后面说真的太复杂 所以VBA能做什么 太多了 可以透过create object去外挂 OK open 特别重要 再来就是这一行 这一行驱动程式应该没问题 因为也内建的 微软的东西 可能会出错的应该是这个路径 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你的路径是不是在问 这个名称 因为之前有同学 明明他打问题01 那我这边是问题1 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对不对 而且第二个 有没有放在同一个路径下面 我是放在哪里呢 桌面上 OK 之前有同学是明明就放在另外的地方 跟Excel没有放一起 一也抓不到 OK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这一行停住的话 那你可能要check一下 这一行有没有过 也过了 所以没有卡住 有卡住 那表示应该是错 你要检查一下 再来的话 关键就是这个 seql 我先把这个指定先组好 seql 当然如果说你担心seql 你不知道到底对还是不对 Ctrl加g 刚刚讲过吗 问号 一个seql enter一下 seql 依法出来了 这招非常好用 而且书里面也不会告诉你 这个是我以前除错常用的 反正seql看到结果是对的 丢过去应该也不会有错 但如果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错 很简单 就是即时运算一下 把你的seql 这个里面放什么东西 把它列印出来 这个问号就是一个列印 然后把它执行出来 好 那应该没错了 该有的东西 前后单引号都有 然后values 常常同学是少打一个s 因为 那个栏位不止一个 所以会加s 另外可能会发现错 常常是 常有人这边空白 明明需要个空白 他没有个空 差一个空白也不行 我以前也是为了一个空白 卡了一个下午 都抓不到错 后来才发现 原来少了一个空白 OK 其他大概是这样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把即时运算关掉 再来关键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按下去 他接收到了 就跟总计码 帮你丢给他 你帮我新增一笔记录 如果这一行没有回应 那表示你对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 F8 OK了 表示 不过好像没有回应 所以 可能最好在下面增加 一个 就刚刚那个没有 新增资料成功 类似有一个什么讯息的对话方块 刚刚不是有个MSG BOX 有没有 然后这边可以 新增资料成功之类的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 新增资料成功 有没有 这样子 让他知道 OK 那我知道了 好 结束 最后 这边有了 那这个算了 这边有了 好 有没有 新增资料成功 好 结束了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丢了个什么 这个YYY这个 确定一下有没有在这里面 那怎么知道呢 打开问题 其实不用重新整理 下面这一笔就是了 抓过来 有没有 OK 那一笔可以的话 等一下是 所有的通通过来 刚刚不是一笔 那如果说我今天一笔OK 那我可不可以从哪里呢 从这边 这一笔 一直到这一笔 全部都丢过来 那丢过来之后呢 再帮我把这个范围删掉 删掉完之后 再帮我把它查回来 可以过去可以回来 我想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反正过去双向的 OK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那应该 因为这个讲的比较多 他 大家比较不知道 这边记得 这边停一下 新增 这两段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这里的话 主要就是延伸出去 如何 把刚刚的Seql语法 放到那个Excel VBA里面 透过那个 ADO 所以ADO 当然ADO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 只是因为为了我们这个 课程的关系 我把它包 包的稍微简单一些些 那利用ADO DB的那个Connection 这个Connection 就是连线 可以连什么呢 连资料库 当然不是只有 SS可以连线 任何的资料库 都可以连线 但是呢 如果你其他的资料库 连线的话 你必须要有驱动程式 就像Oracle 如果你要连Oracle 那你当然你要去抓 Oracle的资料库 那再来买Seql 如果你要连 Seql 你也要买Seql 的驱动程式 要另外装的 因为 微软嘛 它同一家公司 当然它就是 反正先帮 所以你也会觉得 比较方便 自然而然 可能就是那个 障碍会少一些些 好 那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试看 好